第十九題 第十九題 第十九題說 如果有一個二次 這個不等式 AX平方一加上2AX 加上3A-2小一零 那當A等多少的時候 這個解是3小X小一 那第二小題說 如果原式沒有十數解的話 那你的A的範圍是什麼 那你看D小一的話 你這個已經知道範圍 我們就從這裡開始 那你的範圍是這樣的話 你的不等式應該長怎樣呢 有-3跟1的界線 所以我們可以知道說 有X加3跟X-1 那你會相整 因為我們知道 它是在-3跟-1中間 那正、負、正 所以這個是在負的部分 所以要小一點 那這個可以把它整開 就是要X平方 加3X-1 就是加2X-3 那這個小微零 還是寫小微零 那我們看一下原來的 原來它是長這樣 這個跟這個比較小微零 它的小微零很好 那我們這個呢 系數是AX是1 那我們會把這個 從A 但是你動變號 增換 動變號 你這個從A 增換了以後 我覺得AX-1 加2X-3A 然後還是小微零 那 這樣子的話 你如果變大零 那你兩個就不 不 就不一樣了 所以你這個要保持原來的話 那當然就是你的A 其中這個A 你要大於零 這個不會 注意到 好 那既然是這樣子的話 你就發現這兩個應該要一模一樣 因為那幾個現在都一樣是這個 所以那一模一樣 比較西數 都一樣 你這個也要想等 所以你就會得到 我們這個 3A-2 好 學校跟3A是要想什麼 那你把它一向過來 再一向過來 就當A就會等0.2 因為等0.2 A當然是 6分之2就是3分之1 好 所以第一小一點答案 好 那第二小題呢 你說 原來的式詞沒有實數解 這個分的式沒有實數解 那就是說 原來這個本來是小於零 那沒有實數解 意思就是說 沒有一個實數的一個子 你怎麼戴都不會小於零 那怎麼戴都不會小於零 因為你如果有小於的 可以有戴進去小於零 那就有那個解 那都沒有 所以怎麼戴都不會小於 那什麼時候叫不會小於零 不會小於零 它就要怎樣 就要很大於零 要很大於零 對不對 要很大於零 要很大於零 的話 一個二次 因為這是一個二次 所以這個一定是二次 好 二次的函數 很大於零 大於零 表示它的零 導係數A要正的 而且它的判別式 要很小的零 好 這個如果很大於零 那這就沒有很好 那大於零 那這就沒有很好 好 這個能大於零 就是零 都是在零 都是在零 上方 可是它跟零 是沒有焦點 所以判別式會小於零 可是現在很大於等於零 是你可以 可以跟它相切 可以等於零 可以在零 所以它可以 這個相切的時候是等零 的 這個也可以 這個也可以 這個大零就等於零 好 所以很大於 你的判別式就可以小零 小零 大於零 跟 這個是 橫正 這個是 大於零 跟等於零 那 這個是判別式小零 就是判別式等於零 所以判別式小零 你都可以 好 那這個大於零 沒有問題 這個 已經知道A的範圍了 那 判別式小零 就是這個判別式 B平方 減加4A C要小於等零 好 所以B平方減加4A 也就是這個 然後C是三類 然後 把 這個四值 通通處於4 好了 就處於4 就處於4 好 這個也處於4 4分之零還是零 就不寫了 那4可以約掉 這4可以跟2的平方 一次4約掉 所以就得到A平方 然後是-A乘上3A 就是3A平方 然後這乘起來 負負得正 A乘以2就是2A 那這個平方的可以回起來 負負A平方 加2A 那我可以通通處理負二 除以負二 不要忘記 要變號 除以負二的數字 要變號 所以 這個除以負二 就變成正A平方 這除以負二 就變成負A 這除以負二還是零 那不要忘記小1 要變大1 那這裡可以去除A 好 那就一個0跟1的根 然後正負正 那是大A也要找正的 好 所以就是A要大於等於1 或者A小等於0 可是我們剛剛講過了這個 A要大於0 但A呢 大於0 所以這個小1等於0 就不合 不合 剩下就是A要大於0 那你最好是可以把這個圖形 跟這個圖形 總部部分 因為這裡都要成1 可以 比如說 一個是0跟1 那是大一 大一等於1 跟小一等於0 然後這個是大1 總部部分在這裡 然後這裡當然沒有總部 好 所以我們的答案 就是A 大2等於0 好 這樣你會了嗎 謝謝 謝謝